帶來這首歌 我的高中同學 作詞曲 李宗盛 作詞曲 李宗盛 未來時間 每一句好奇 跟著回帝 不敢負擔心 明天會停在那裡 不用考慮 不敢分析 沒有意外 眼淚清醒 跟著回帝 一直前進 明天會停在那裡 始終頑固的轉 人生我 失去了方向 現實的事 依然存在 每天一樣起床 每天一樣坐牌 沒有問題 卻要答案 怎麼辦 有了期望 也有遺忘 今天仍然昨天一樣 我來為你開進市場 太多不安 太多緊張 讓我陪你一起擔爽 就這樣 我去接觸發 症狀 還是你再次再次 你還沒看之前 都還沒看過 人家族 還是你再次 遺忘 很好 真的要問我 不用再次 就這樣 我受到這次 你又多了 你也沒看過 你也沒看過 我看過 你也沒看過 人生如果失去了方向感 现实的事依然存在 每天一样起床 每天一样匆忙 没有问题却要答案怎么办 有了计划有变化 今天又跟昨天一样 我来为你挑战事长 太多无法太多紧张 让我陪你一起玩耍就这样 太多无法太多紧张 今天又跟昨天一样 我来为你挑战事长 太多无法太多紧张 让我陪你一起玩耍就这样 好 谢谢 謝謝 剛剛那首歌其實在講說 是這個下一張專輯的主題 就是在講說 退伍這麼一陣子 開始對這個 生活的一些改變 就是當兵的東西好像離我們很遠 這樣然後 我就開始有時候出去 騎車啊或是晃晃的時候 會看到跟我同年紀的人 然後都是準時上下班這樣 然後其實我很 很想理解 那樣子的生活因為我們 想要過過看規律的生活 是怎樣這樣 然後 所以我就有感人發洩了 這首歌這樣 再加上去參加一些同學會 他們不是都會很久沒見面 都會講客套話啊 然後講到後來就開始 黃建你這個那你認識的 蕭敬騰嗎 有沒有機會這是百姓會這樣 我想跟他握握手這樣 反正一些很無理的要求 或者是說 黃建家應該賺很多錢 然後你包怎麼再包呢 之類的